我们可能经常会在熟茶的茶汤中看到一些漂浮着的白色小点 那这些小白点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这些小白点 茶友们的说法各异 有说这些是满虫的 又说这是小虫子的尸体 其实这些都是在熟茶发酵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 在酵母生长的后期 会出现一些小虫子 也就是食菌小肚 来吃这些酵母 在发酵结束后 由于茶叶中的含水率降低 这些小虫子也会自然退场 留下的残体 以及它们种植的菌丝蛋白就会形成团块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白点 发酵虫它不是满虫 它会分解纤维中的真菌来形成多糖 对熟茶的品质是有益的 无论是从口感还是安全性的角度来说 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茶友们在喝茶时 看着这些白色的小点 觉得心里不舒服 那可以在出汤时用滤网给它过滤掉 关于发酵虫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欢迎到评论区讨论 关注我了解更多普洋茶小知识